帮助共产党骗美国和骗美国养老金那些钱 所有的这些人都会很惨 他只是第一个 但是他意义很大 他的基金爆雷了 他的基金爆仓了 而他的基金里边很多 原来海航的投资 马明哲的投资 陆金索的投资 滴滴的投资 他全有啊 只有自杀了 否则他这一辈子待在监狱里边 绝对是要死在监狱的 综上所述 共产党的病毒在身体里边 让他感到了像炸弹一样恐惧 基金爆雷 他只有面对监狱和无穷无尽的审判 最后没有选择了 他选择了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 他几乎告诉了美国和全世界 过去这些年 谁在共产党那挣的钱 你要么就是举枪自尽 要么你去监狱里等着去吧 去监狱的路上 而不是去什么FBI的路上 没有选择的 这到了一个清算的时候 没有选择的路上 没有选择的路上 没有选择的路上